今天其實是我們過時過時這個電影的主題曲MV拍攝日期 沒錯 所以這個人呢 你今天在做什麼? 我今天就來拍MV 導演是不是第一次拍MV? 不是第一次 但是這次是很特別的 因為自己的電影 然後又很想有這首歌 這首歌真的在那個電影裡面會出現 沒錯 那你好像在電影裡面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都可以的 因為我在電影裡面就是飾演導演本人 改編 對 改編 因為這個故事也是一個導演的自己的故事 所以這次都很開心可以還可以唱主題曲 而且還可以拍MV 剛剛其實拍攝的過程中 有些位置都令我有一點點… 就是我拿回… 拿回那個VR眼鏡出來 然後大上去那一刻 哇 立刻想回 哇 和電影裡面的一幕 那個相似度 我覺得 哇 那個聯繫很厲害 就是如果到時我相信 如果觀眾看完 可能無論看完電影才再看MV 或者看完MV再看電影 都會有多一層的感受 嗯 是 我們也是… 我也是故意把這個元素放在這個MV 因為如果大家看電影 就會知道其實這個VR眼鏡 對於他這個角色 跟家人的溝通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物件 是 所以也都希望就是 大家可能看電影之前 在MV裡面 都會有這個元素去記得 嗯 然後去想一下 其實這個兒子… 哎呀 穿了你的兒子 應該OK的 都應該自然 哈哈哈哈 對 就是這個兒子其實 為什麼他要透過眼鏡 才可以 可能做到他 跟家人溝通的一些事情呢 詳情就要留意我們這部戲了 沒錯 是的 這首歌是… 應該就是… 和… 應該就是阿陽的心情 因為其實裡面很多東西 我第一次看歌詞 和唱的時候都會感受到 就是 說他的家庭問題 但是其實 很多句句子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會 都會有共鳴的 例如我覺得第一句 就是聊天 一秒鐘都激到暴斃 就是你對著家人聊天 可能真的 一下一句 你就覺得很煩 或者很生氣 所以是… 完全是阿陽的心聲來的 所以唱的時候 其實都會… 有用阿陽的一個… 就是當自己阿陽去唱這首歌 嗯 我很想Edan唱的時候 是因為… 第一就是阿仔的角度 很想由他的角度去說 但是說的其實不只是他自己 是全家的 就是其實說的那種 家庭關係 就不是做兒子本身 而是整個家人 其實每個人 都會有他的溝通上的困難 他的困局 然後發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 但是… 去到這部戲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其實這首歌 就會作為這部戲的一個 挺好的… 挺好的… 是… 不可以說太多 我也覺得是故意的 是… 是故意的 是… 我都很喜歡這個設計 那… 首先的確這次的角色 跟我一直給大家的印象 是很不同的 那… 但是其實… 我覺得演員很多時候 都是拿自己不同的面向出來 或者自己不同的… 是的 就是…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向 對著不同的人 那… 其實… 阿楊其實某些位置 其實跟Edan有些面向 其實都是一樣 但是… 只不過很少會拿這些東西出來 去… 表演這樣 去… 放… 放在大家面前 那… 但是的確是… 有難度的 因為很少這樣做 而且都可能… 哎呀… 不知道怎樣做好 那… 那… 所以事前的確是… 做了很多功夫 就是… Eric和Mo姐幫了很多很多 那… 那… 所以… 是很難 但是… 出到來都… 覺得很有滿足感 就是… 覺得完成了一個… 挑戰 是… 嗯… 他以前有沒有擔心過 Edan 你會變成… 很擔心的 我是擔心的 哈哈哈哈 我擔心的 是的 不過其實他… 因為他之前都是一些 比較歡樂的角色 但是… 但是… 不知道在哪裡說 就是… 喜劇演員其實都是悲劇人物來的 為什麼他會… 可以令到別人笑呢 因為他其實都會觀察到一些… 人在現實生活的一些… 可能一些荒謬的東西 或者一些… 其實… 其實… 他們會看那個世界是會再深一點的 所以其實… 溝通下來… 就是說… 他可能平時做的角色 沒有這一面 但其實他未必沒有觀察到 其實你跟他談 其實他會慢慢慢慢吸收一些 他平時觀察到的東西 然後用角色去表達出來 那… 這個是一個過程 那… 所以… 幸運 其實我們都… 其實一起克服的 他都要很勤力 譬如他的… 演繹啊 巧智啊 其實真的… 反覆的練習去… 真的去做到這個效果出來 這首歌就是… 蔡德塞先生寫和監製 那…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那… 但是… 我… 當初聽這首歌的時候 就覺得這首歌是… 不是… 他不普通啊 這首歌的感覺 就是… 他跟一般的慢歌或者什麼 我覺得這首歌是… 有一種… 特別一點的感覺 或者… 不懂得怎樣形容 那… 而… 而… 蔡德塞先生寫都很幫忙 就是… 很用心去… 介紹我 那… 我們都錄了有三次 那… 而… 而且這首歌其實都不容易唱的 那… 但是在這個過程我都很享受 還有… 當… 因為我看過兩次… 試片 嗯… 就是看過兩次了 那第二次有這首歌是覺得 嘩… 真是… 很配合這套戲 所以… 很開心可以… 有幸可以唱這首歌 還有可以放在套戲裡面 特別名借我們的填詞人 就是… 袁兩半先生 那… 他是… 看完這套戲之後 聽完我… 他講的那首歌 其實是想有什麼效果 一個什麼位置的時候 就寫了這份詞 那… 其實… 如果大家細心去看那個詞 其實每一句… 都是在電影裡面找到一些… 蛛絲麻跡的 然後… 可以濃縮在幾分鐘裡面 這樣做… 做一個這樣的… 提煉 我覺得是… 就是… 是功力了 就是一個前輩先… 填詞人才會做到一件事 那… 是… 多謝… 是… 麻煩了兩半先生 我想這個MV… 一個難度就是… 因為他一定要扣到電影 而他也是電影裡面的一個人物 那… 但他又是Edan 一個歌手 那… 怎樣可以把… 兩個Layers 可以把一首歌曲放在… 那麼… 事前想了一些方法 就是… 好像兩個時空這樣 所以… 其實你再細心去看 裡面有三個時空的 那… 大家看就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透過… 就是在這個MV裡面幾分鐘 這個人他又是Edan 然後他又是Edan的分身 亦都是一個戲裡面的一樣 幾個角色 但其實講的都是一樣 他希望令到觀眾有更加多的想像力 對於這首歌和這套戲 所以都想了一輪這個功夫 其實他都很相信我 基本上就是這個概念 我們這樣去 然後我喜歡這個鼓琴 今天這個是一個110歲的鼓琴 我覺得很配合這套戲 還有這首歌的氣質 所以今天都很順利 因為當初我也有談過 MV如何處理好 當初也不知道是不是Eric拍的 但到後面知道是Eric拍的 我覺得安心了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是電影的歌 所以Eric的想呈現的一定是最準確的 我也有擔心過 會不會如果其他導演拍完之後 會不會反而Eric覺得 好像不是很適合電視 我也會擔心會不會 所以Eric拍的我覺得是最完美的 眾所看起來 踏起來 不出來 我們拍的 請加油 我們拍的 視率 提醒